这是调查兵团最绝望的时刻 面对超大型巨人与野兽巨人的前后夹击 调查兵团陷入史无前例的困境 可众人还来不及防守 野兽巨人就将碎石给扔了过来 被击中的士兵瞬间殒命毫无抵抗之力 激起的尘埃也被鲜血染成刺眼的红色 一时间整片区域仿佛人间炼狱一般 埃尔文深知只有做好玉石巨坟的局务 才能取得一丝渺茫的胜利 于是他将幸存的士兵组建成赶死队 朝远方的野兽巨人冲去 他们将以自身为诱饵 为利威尔创造出杀死野兽巨人的机会 自从超大型巨人现身后 便开始在城中肆意放屋 众人赶紧让阿尔敏下达指令 可阿尔敏由于误判了贝尔托特的行动 导致心态出现问题 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于是拜托让替他下令 让明白现在不是推脱的时候 便让众人朝河边撤退 还要尽可能利用爱卵 来减少气体的消耗 不过让野提醒阿尔敏 他虽能判断出现在的情况 但却没有打破局面的方法 所以还得交给阿尔敏才行 与此同时另一边 利威尔等人刚准备清理小型巨人 结果野兽巨人就用碎石发动突袭 士兵的身体被石块烘碎 仿佛被子弹射穿了一般 侥幸存活的人还来不及躲藏 野兽巨人就发起第二波攻势 激起的尘埃都被鲜血染成红色 这时的城区仿佛人间恋意一般 利威尔奸壮立马返回 让剩余的士兵带着马匹推到墙角 但这依旧不是良策 只要野兽巨人继续投掷碎石 城区很快就会被夷为平地 那时他们将会连藏身的地方都没有 就算放弃马匹逃到另一边 也会很快失去后路 而另一边还有超大型巨人在虎视眈眈 调查兵团已经来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所以如今想要破局只能看艾伦他们 见到超大型巨人准备朝内门城墙靠近 艾伦几人立马前去阻止 三力找来雷枪准备吸引对方注意 阿尔敏负责远距离观察然后想出对策 随后众人开始分工合作 艾伦上前抱住超大型巨人的腿想要将其绊倒 结果在力量上根本不是超大型巨人的对手 被一脚踢飞在城墙上 如果还想不到对策 那这次夺回战就将全军覆没 人类的未来也将完蛋 让不愿意坐以待毙 直接下令发动攻击 他们本想正面吸引对方注意 让三力从身后用雷枪偷袭 结果被超大型巨人提前察觉 直接发动气流将雷枪吹飞 科尼的喉咙被热气烫伤 三力也被雷枪的碎片击中手臂 局势已经越来越不利了 可野兽巨人的攻击还在继续 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利维尔让埃尔文去唤醒艾伦 然后带着阿尔敏他们逃跑 无论如何也要给调查兵团留下火种 而其他新兵也在这时陷入恐慌之中 他们不想拼命保护的马匹 到最后连齐的人都没有 新兵弗洛克深知人类不想被灭绝 就必须要有人牺牲 他在加入调查兵团时 确实也做好牺牲的准备 但他不想以这种毫无意义的方式死去 与其在看守马匹时被碎尸砸死 他情愿死在战斗中 但利维尔更加残酷 他向埃尔文提议 让幸存的士兵们全部上马逃跑 然后以此为诱饵 帮助埃伦他们突围 他则留下来负责拦住野兽巨人 可埃尔文知道他根本没有接近的机会 留下来也只有死路一条 但利维尔却不在乎 只要埃尔文和埃伦活着 那一切都还有希望 如今的他们已经一败涂地 必须得赶紧离开 不然一个人都活不了 但埃尔文却表示 他还有最后一个计划 如果成功 利维尔将有机会杀掉野兽巨人 但代价是他和所有新兵都将牺牲 现在不该犹豫的人 换成了利维尔 埃尔文希望他能够明白 只有做好御式巨坟的绝物 才能取得渺茫的胜利 要想让新兵们心甘情愿地去死 他就必须冲在最前面 还得用花言巧语 捕获一番 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到达地下室 去亲眼验证世界的真相 虽然已经离得很接近了 但只要战斗还没有结束 那所有的一切都是幻想 同伴的牺牲也将变得毫无意 听到这话利维尔做出选择 随后埃尔文开始布置作战计划 他们需要看准对方的投石实际 然后一起释放烟雾弹 尽可能降低投石的命中 接着用自身为诱 为利维尔创造讨伐野兽巨人的机会 听到这话新兵们知道 埃尔文正是让他们去死 弗洛克觉得都是死的话 他情愿违抗命令 反正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 埃尔文告诉他们 这确实没有意义 不论有着怎样的梦想和希望 不论过着如何幸福的人生 在被碎石击中的瞬间结局 就只有死亡 可人生真的就没有意义了吗 同伴的牺牲也没有意义吗 如果真是这样就大错特错了 那些牺牲的士兵 是否具有意义与价值 应该由他们来定义 如果他们在这里死去 那就将意义托付给下一个生者 而这就是唯一能 与这个世界抗争的方式 冠结束 冲惘 冲 哪子 揉 出 门 门 厉害 木